美女主播张铃宇又凶出现5公分硬快 由于她目前怀孕20周 家族又有乳癌病史 担心是癌症立刻安排就医 她并透露在结果之道前相当悲观 担心因为化疗药银产 就连器官捐赠登记都弄好了 张铃宇在脸书提到 这两天发现又凶有硬快 捏起来感觉超过5公分 且压下去会痛不靠近腋下淋巴 因为家族有不少乳癌甚至病逝时 加上年轻型乳癌的凶猛 像是朱立静也是因为乳癌早逝 让她心急不宜立刻安排检查 她表示花了一整天做检查 并等待报告 过程中她相当悲观 并做好最坏打算 包括化疗可能要终止妊娠 存活率多高 小孩可能要营产 小班长也太多灾多难 化疗后可能影响生育 可能要辞职专心治疗 那医药费够吗 还是可以留职停薪 那会不会对公司不好意思 如果真的不信 我的器官捐赠登记应该都弄好了吧 要什么时候让爸妈知道 咧他们怎么办 幸好结果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 医师认为肿起来因是乳腺发炎 小囊肿也只需要定期追踪 还不用太担心 让张灵雨大大松了一口气 她坦言其实自己很悲观 遇到事情都会先想好最坏结局 幸好这段过程中 先生都陪在身边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提出安抚 跟她一起查资料 一句一起面对 哦让我觉得很感动 她也在事后才知道 其实老公也是很紧张 只是没说出口 张灵雨提醒女生一定要定期做乳房检查 尤其怀孕荷尔蒙改变家族有病时的女生 最好从30岁就开始定期检查 有什么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大家不要以为年轻就忽略了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